在藏传中 在藏传佛教后鸿旗的整个过程中 宗教团体与世俗社会之间 密切且互惠的联盟关系 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 双方都认识到互助的重要性 寺院僧侣集团依靠世俗权力 扩大各自的根据地或获取经济上的保障 而世俗政权又从僧侣集团那里 得到有关思想舆论方面的支持 其结果 诸教派随着各自经济实力的增强 不仅参与世俗政权事务 而且还能左右地方政权 藏传佛教诸多教派 都曾得到过政权不同程度的赐封和关怀 历史上出现元朝支持撒迦派 而明朝对嘎举派加倍重视 至清朝政府又不惜一切扶植和推崇格鲁派 单纯从政治的角度看 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 皆被政治利益驱使 其势力的大小已被朝廷左右 每次朝代的更替 都会给藏传佛教的各个派别 带来巨大影响 甚至出现大动荡 后红旗 也是藏传佛教在佛学上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开放性时期 除了前红旗 传承下来的宁马派之外 又相继产生了 嘎当派 嘎举派 撒迦派 西洁派 绝囊派 格鲁派等 绝囊派是藏传佛教宗派之一 由玉魔 迷诀多吉的第五代弟子 贡邦 特杰尊珠 在后葬拉兹东北的 绝宝囊地方 建立起一座绝囊寺 绝囊寺 成为绝囊派的祖寺 绝囊派也因而得名 绝囊派以 他空剑为主要学说 由于绝囊派 他空剑的观点 对佛家信空义的解释 不同于其他教派 因而遭到 其他教派的批判 在藏传佛教的 诸多教派中 十分孤立 成为藏传佛教的 一支特殊宗派 绝囊派教义 以他空剑为核心 即世间一切事物 都有他的真实体性 这个本体是绝对的 永恒不变 所以本体自身 不能说是信空 人们在思维活动中 由于错误的认识 而加在本体上的妄想 才是空 因此说信空是他空 而不是自空 他空剑说 事物有他的真实性 必须细心体会 最后才能把一切事物 如烟雾般的外衣看透 真实性也就显现出来了 他空剑将一切事物 都看成绝对不存在 只有事物的真实性 才是绝对存在 这个存在 即是至高无上的佛性 意大利藏学家 图奇先生 也曾在西藏的宗教 一书中指出 在这一问题上 非常明显地显示出 绝囊派和格鲁派 之间教理上的对立 格鲁派的代表人物 一般都心甘情愿地承认 心由进修 就可以变成佛 但他们否认这种变化 必然会产生 因此 格鲁派与绝囊派分道扬镳 绝囊派的教理认为 可知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而唯一存在的是 真如本体 本性 圣地 或真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